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可能有些人覺得 九七年出生的人 或者是九七年出生的 我們這一代年輕人 會是沒有那麼努力 或者是沒有那麼不斷打平 要不怕吃虧 師子生精神那種 但我自己覺得反而是 我們不是不打平 而是說我們要思考我們打平的意義 我們的目的 我見到身邊很多人都會這樣思考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會讀了碩士 就是因為想去追求到自己 自己喜歡做的工作 我是Ian 陳宇仁 九七年出生 每一次香港回歸的慶祝 就等於我幾多歲 今年二十五周年 我就二十五歲 剛剛畢業了一年 所以我就會說自己是一個 新進的社會人 我今天最後一天上班 首先早上可能有一些要收拾一些東西 要交低剩下的工作 比下一手 我覺得是一個 career path 上面的選擇 這個就比較是公務員性質 可能我如果做久一點 可能會轉到公務員 但是我未來去做的事 是比較貼近我的興趣 我也準備了一些 散水餅給同事 不過我就健康一些 派水果 給同事 希望大家開心 喂喂喂 這個我們同一日上班的朋友 沒錯 加油加油 加油 大家不玩 Keep in touch 心情都複雜 都不捨得 其實 因為其實這裡工作環境都幾好 但是同事都相處得好 我今晚就會跟中學同學和中學老師吃飯 各個中學老師都很久沒有見 跟老闆 跟同事都吹兩句水 我也不好意思 我最後一天說我走了 好像很急 因為都不見了 可能 或者少些機會見面 所以就先聊了 我已經遲了 因為本身約7點 現在已經7點了 所以要快點趕過去 其實轉工這件事很糾結 現在我選了那份 其實就是一個比較挑戰性高的 一個經濟師的席位 亦都會貼近我興趣多些 我覺得年輕都應該要跟隨自己的興趣去試一下 我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理想工作 我自己想對這個社會有些影響 因為我媽媽也說過 如果人一輩子可以對世界做到一些美好的事 令到這個世界更好一些 其實已經很好 人生已經沒有白活 其實我爸爸媽媽很好 她沒有給我什麼壓力 要我做什麼 其實我媽媽已經過世了 她在我讀碩士的時候過世了 那段時間也不開心 我記得我媽媽跟我說過 她一定要在97年之前生了我出來 因為我可以有BNO 所以我們這一代 可以這樣說 我們沒有經歷過英治的時期 我拿著BNO 有沒有想過移民 現在沒有這個想法 我不想刻意去移民 我覺得我跟在這裡 我覺得香港又不是一個很有問題的 不是一個很差很差的地方 不會是一定的 我也覺得這裡有我自己的機遇 這個老師都是中學學習得很相熟的 畢業了兩三年 新年都會去找他 是八年 因為他經常都很關心我們的同學 我們一群男生 都關心一下有沒有拍拖 做事做成怎樣 還在讀書 所以他是一個很友善的老師 謝謝師傅 謝謝師傅 謝謝 謝謝 你們現在才到嗎 他們到了嗎 不是說到了 到了到了 是啊 我們都是主要說97年了 對Ian有什麼印象 一個可以帶領到同學 譬如今次個群組的序 都是他搞的 我覺得如果他覺得轉工對他發展有好處 就會支持他轉工 其實就是一群舊同學相對 會可能聊一下以前發生的事情 或者現在近況是怎樣 都是幾開心會見到他們 就是可以聯絡到 我是2006年開始教書 都帶了很多屆學生 其實都教了十多年書 其實都 斬下眼就不會 他們讀書的時候很跳皮 經常上課有很多搞笑的事情 現在再見 每個人都變得好像很大 很成熟 現在已經不同了 我覺得他們其實都很有人情味 因為他們畢業之後 其實每年都有 疫情之前 他們都會來我家和我拜年 是因為疫情斷了 有三年不見 現在有機會都特意找我 很開心 其實我不是遲了很多 雖然我遲了一點點 看到Michelle很開心 終於見到她 很久沒見過 她就說我肥了 殘了 可能是 因為以往我比較瘦 疫情之後 可能少些運動 少些出外 身形變了 一看到Michelle已經說 不同了樣子 感覺不同了 很難 我覺得我很欣賞她的情緒管理 因為那時候考DSE 有些學生可能會很大壓力 情緒不太好 但她其實遇到困難 她很快可以平復自己的情緒 很肯去正面面對問題 這些學生 都對做研究好像挺有興趣 因為好像個個畢業之後 其實有幾個都是做Research 大部分都是香港的 有小部分會去了外國 有些生了小朋友 是在香港落地生 都是在組織家庭 大學就是在中文大學讀的 我碩士也是在中文大學讀的 本科和碩士都是讀經濟學的 我覺得經濟學的想法 是很有趣的 中間的理論 如何去思考社會上的一些問題 是一個很獨特的方向 經濟學的時候很多時候 思考人類的行為 是用一個目的性和個性去衡量 這裏就叫蘭芋台 是我經常都會來的一個地方 以前就有時候想一下東西 在這裏 跟朋友聊聊天 因為這裏是一個很美的露台 如果沒有下雨的話 我身後這裏就是宿舍 其實這邊也是 是我住了四年的地方在大學 所以有很多回憶在裏面 我們就兩個人一間房 我們叫做大酒店 敬文大酒店 我覺得是全中大最美的宿舍 我記得我也是住三樓 就是第三層 最大層就是三樓 三樓呢 不太記得哪間房 是那裏附近 那裏 很懷念 因為我現在就在家裡住 當然跟爸爸和弟弟住都開心 但是沒有 跟那麼多同學一起住 有空又下來吹吹水 深夜又可能去其他同學的房間裡 又玩一下 所以一定是懷念宿舍生物 我家庭也有趣 因為我們曾經有一段時間 可以說是家道中落 因為我爸爸媽媽也是做 以前是做一個殖養行業的 即是做印刷業 隨著大家用電子化 用各樣東西 所以就要識味 所以那時候也有一段時間 是挺低迷的 我覺得生活的壓力 包括很多種 例如說住屋 其實我也有想過 可不可以搬出來住呢 但又覺得租金又貴 但如果和別人住 又很難夾租 所以都是住在家裡 都好 其實可能我可以見多些父母 盡考度 但這也是一個壓力 就是想什麼時候要搬出去呢 什麼時候要置業呢 智不智到呢 其實近期一定不可能智到業 因為要的首期很大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壓力 另外也有壓力 其實我覺得是自己給自己的 就是我覺得我不夠好 不夠厲害 我覺得我要進步 要繼續更上一層樓 但是沒有得心急 所以我見步行步 沒有一個很明確 說我一定要做什麼 但是我覺得是 繼續做好好的本分 香港也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或者看大自然 很多山可以走 其實也是一個很國際化的城市 很多不同的文化在這裡出現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城市 你想想在香港島 它可能有一些高樓大廈 一些很現代化的建築 但是它會有電車在中間經過 是一個很古老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香港有很多故事可以說 可以看到 所以如果我要跟香港這個城市 說一件事 就是好好欣賞一下自己 自己這個城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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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